病毒目前的接种疫苗还是预防重症和死亡最好的措施 首先是接种疫苗的有效性 我们看到这疫苗在预防重症和死亡方面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 而且接种疫苗其实相比其他的措施是更加的简单一行 尤其是要提高老年人的特异性免疫力 接种疫苗是最佳的途径 但是对于一些因为特殊情况不能接种 或者暂时不能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老年人怎么办呢 怎么保护自己 像我一个阿姨高血压心脏病都挺严重的 这就没有办法接种疫苗 她一直就很担心也很少下楼 其实这种小心还是很有必要的 专家也给你阿姨这样的老年朋友提供了一些建议 说首先在疫情流行期间或者是有疫情的时候 咱老年人尽量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场所 减少与陌生人或者是外来人的接触 第二假如说去室内的公共场所 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或者与陌生人接触的时候一定得戴好口罩 第三呢一定要保持手部的卫生 包括勤洗手或者是用消毒剂做好手部的卫生 那么如果说手上沾染了病毒的话 然后摸了口鼻或者是眼睛就很容易感染了 所以呢做好手部卫生是非常关键的 这第四点呢就是如果有条件啊 建议每天都开窗通风保持空气的流动和清新 另外要保护好老年人 老年人周围的人啊做好个人的防护也非常重要 对那尤其是家人和其他接触老年人的人 要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另外呢咱们需要再说一下 接种疫苗啊获得的免疫力 是针对新冠病毒的特异性免疫 专家建议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只要是没有禁忌的话 不是这个缓重的对象的话 要尽快接种疫苗 并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 接种加强针 让老年人朋友呢 产生抵御新冠病毒侵袭的特异性免疫力啊 没有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老年人要注意了 如果符合疫苗接种的要求 一定要尽快的接种 全程接种 接种加强针 提高免疫力 对抗新冠病毒 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 此外呢 老年人朋友和家人呢 也要共同做好健康防护 也是保护自己 对抗新冠病毒的一个重要的手段